我奶奶过来玩 一开始前两天是挺好的 后来第三四天的时候 开始就是在我奶奶面前啊 就跟我发脾气啊怎么样的 那我当然受不了了 我就把她往前面一拉 我说可能语气很凶的对她说 我能不能不要在家里人面前这样子 那她也在那边玩不了几天 她因为也要回去 那让她在那边开开心心的不好嘛 对吧 她就总是跟我吵 我根本就没有给你发脾气啊 你们俩今天来想干嘛 我希望她能够把她的脾气改掉 太刁蛮任性了有时候 她现在一点都不听我话 我也没有想让她听我话 你不想让她听你话干嘛 说她一点都不听你话 就是像以前一样 刚谈恋爱那样嘛 就大家都配合一下嘛 也没有那么多真好可以唱 累吗 累 还想继续累吗 如果说她脾气能够改掉的话 还是想跟她在一起 要改不掉呢 我只能说再去考虑一下 好吧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跟你讲啊 小伙子 一个女人其实是有多方面的 她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说她刁蛮任性 但如果换上一个大男人 也许她是娇羞可爱的 就是在你面前 她就把她所有的刁蛮任性 无限放大 反正你好欺负呀 让你脱了衣服 在那站着你就站着 你不冷啊 换成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能这样 正常的健康的 能够发展的爱情 一定是两个人越变越好 她本来有些任性 但是你的包容 或者你的胸怀 你的魅力 让她变得慢慢成长起来 变成一个快乐的女人 变成一个温和的女人 而你看她和你在一起 她越来越任性 越来越刁蛮 你不快乐 她也不快乐 所以嘛 你觉得你们的爱情健康吗 姑娘其实我觉得 你说谁能受得了你这样啊 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现在 这种任性刁蛮 你快乐吗 你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女孩 我希望我们俩都能好好的 你希望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就是比较持家嘛 然后 比较什么 也是持家 就是可以为她救好 就是除了她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 你觉得跟她长期的在一起 你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吗 反正我告诉你 贤妻良母是不会让老公在那个窗跟前 脱了上衣站着的 那也是她把我逼急的 她老是在那边凶我 她如果不凶我 也不会有那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合适啊 她这样还有你喜欢的地方吗 她还是挺体贴的 体贴 我跟你讲 她真的不是你的菜 你需要一个成熟的男人 她太幼稚 我们说爱是不需要计划 不需要规划的 爱是一种感受 但是真正落地的爱 是有规划有计划的 可以为了爱情 去做改变和努力 我可以抛弃自己原来的工作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为了爱 我支持 然后呢 爱不是一起冲动啊 然后呢 你在长洲生活安排好了吗 没有 对啊 她特别不成熟 特别幼稚 对 就是因为这点 所以她不适合你 不适合的两个人 为什么非要强扭在一起 所以我并不看好你们 但毕竟爱情路是你们自己走 走到哪一天头破血流了 也就分开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严老师 一位四十多一点的女性 来到我的心理咨询室 她要自杀 她觉得她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 于是我问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告诉我 一贯 听话 懂事 非常体系的老公 居然在她女儿过完18岁生日之后 我可以让她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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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